各位来宾大家好 感谢永庆慈善基金会的邀请 那我是古早位台式点心图件的作者庄雅敏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套书籍 主要是介绍说我们本来来自于台湾本岛的点心 应该如何去用图件而且用浅知识的方式来快速了解 那这本书呢主要是在讲述一些古早位的历史 那还有一些鲜明智慧的文化 那想说透过这本书可以让大家多了解就是 在现在饮食丰富的这个世代呢 我们怎么透过长明生活这件事情来去做一些饮食生活文化的观察 那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一套书 它总共有分两册 那共分为六大类 那我们想说古早位点心呢基本上一定会有干式的湿式的 有汤汤水水的那也有方便携带的 那从这两个方向去解析呢 我总共把它分成了六大类 就是所谓的一般我们常见的米食啊 然后淀粉啊 比如米食就是比较常态性的 我们常知道说一些年糕类的糯米类的制品 有看得到米粒的比如说鲍利汤 看不到米粒的磨成浆的就是所谓的年糕 那淀粉类的就是比如说用地瓜粉或是素薯粉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红到国外的粉源啊 波霸啊 甚至说现在那个创冰店常常看到的这些粉果啊 这些淀粉类的制品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凉水甜汤 然后到所谓的原型食物的一个形态的部分 那做一些品项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在讲所谓的古早味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定义呢 其实我觉得要去探究说 第一它应该是具有一个相当长远的一个历史 那本身这本书大概设定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它的历史可不可以超过30年以上 甚至说它有传承的意味 再来就是它的做法简单 其实不像就是现在 可能它现在很多甜点的东西 它可能会有很多添加物的部分 那以前呢没有那么多添加物的时候 其实原料都是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简洁 那当然制作手法当然越单纯 它的前置的一个手法的部分 处理的方式就会越耗时一点 那我们讲的古早味这种东西就是 它的制作过程中越简单 那它当然它的瑕疵就越容易被看见 不像说现在的饮食料理里面 它可能需要很多装饰累赘的东西 来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啦 或是它外观上面不漂亮的一个外观 哪可能用一些装饰性的东西来掩盖 那是古早味不一样 它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我们会觉得想要特别介绍古早味的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饮食丰富的世代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榜普贵真的心态来重新探究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部分 那在那个点心这件事情呢 它可能不是在比如说客与饭后 一个可以就是满足自己味蕾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而已 它可能是稍微可以补足一些 你平常些微的一些热量啊 然后可能说像淀粉类啊 米制品啊 它可能让你有一点点饱足感 那你在正餐之前呢不会那么快觉得饿 以前在农物的一个社会的时候 其实点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以前在农物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需要互相帮忙 今天我帮你 明天他帮我这样子 所以在互相的帮忙之下 其实很多农物的话 都会在那种耕田下午的时段的时候 其实都会准备一些所谓的点心 就是来让帮忙的人呢 他能够吃得饱 然后继续有体力来去做后面的一个工作 所以点心在生活里面呢 它是既主食之后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了 那点心不只是食物 它因为它受到了比如说历史 文化经济层面的影响 它可能会有不同世代上的演变 比如说闽南的文化 客家的文化 圆明的文化 从以前到现在世代的更迭之后 它的制程或许也有一点点改变了 甚至说把它精致化了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以前 那个K糖膏 K糖膏以前都是方形的 一次就是做很大一个尺寸 但是呢 因应现在大部分 我们想到黑糖膏的时候 都会想到是澎湖嘛 那现在大家如果去澎湖看到 黑糖膏几乎都是方形的为准 那以前的方式呢 几乎都是做成圆形的 像我们现在做的发膏这样子 小刻一个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等到就是因应观光能 观光能数变多了 大家想要拿一点伴手礼的时候呢 慢慢就把它规模化 把它量化这件事 所以就慢慢的 它的形状慢慢变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盒状的样子了 那以前古早味的大饼也是啊 以前大饼的话 通常都是在喜庆的时候 才有办法吃得到 所以通常都是称金论两 金两越大表示的 就是它的礼数越重 就是代表了对方越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金两重这件事情 是一种礼貌 可是到现在不一样啊 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以前的大饼的口味 它可以做的比较重比较甜 因为糖是天然的防腐剂嘛 可是现在饮食营化改变了之后 大家也知道 比较不要那么甜了 所以呢 现在的饼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要低糖低油 甚至说以前的饼都是习惯用猪油去制作的 那现在讲求健康 可能就会用一些植物油的部分去做取代 所以相当于这种原料上的一个取代的话 它的风味也会随之变得 变得比较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 那尺寸上面也会因应个人的变化 比如说消费者可能认为 大包装或是大尺寸的可能吃不完 就慢慢演变成现在这种 个人的这种小包装 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跟以前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由大变小 由口味重 变到口味淡这件事情 其实它慢慢就是在转化 但是你会认为说有一些品项 可能我们一整年都吃得到 它可能变成是一种很常态贩售性 比如说在市场上面 你可能就会看到 比较常有看到人家卖荤柜 或是粉圆 或是一些创冰 或是麻糬 这些东西很常态 甚至说红豆饼这种散步美食 但是有一些可能 它是地区比较专一性的 或是说它是节庆型的 可能在节庆才有办法买得到的 这种专一性的这种点心的话 有可能会随着制作者消逝之后 它有可能就会渐渐被埋没 那就找不到制作的方式了 这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这本书的角度 其实就是在想说 可不可以把这些 大家不曾知道的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逗过图文的记录 把它保留下来 这样才是他这本书 想要传递的一个精神跟重点 再来一般来说 我们在讲古早味点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想说 台湾本岛大家比较熟知的 闽南文化的 从吹柜 然后八丈 包括现在的这种小林嘴 糖果 饼干这些 那有没有想过说 就是离岛其实它也是台湾的一部分 像金门 马祖 澎湖 小琉球 这些离岛 通常国人到离岛去旅游的时候呢 都想说 就是去逛一下他的景点 吃吃他的美食 但是其实很少能够进到他们当地人的场面生活里面 然后想说这样子好像有点太可惜了 所以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 我们是从离岛到本岛的这个距离 然后去探索所谓的台湾味 以离岛来说 我们讲马祖好了 马祖可能大家一听到马祖就会想到激光饼 那激光饼是马祖汉堡的一种嘛 称为是马祖在当地人他们的一个什么 又可以当点心 又可以当主食 但是又可以在婚伤起信的时候 就是像比如说没有动的这种激光饼 又叫马祖大饼 它就变成是马祖人当地的一个奇饼 然后一直到本岛这些同样的一种米制品的东西 可能它到每一个地方 它的名字 它的称呼 甚至说它的制作的方式都变得不再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探究说 从以前制成的方式到现金 馅料商的变化 可能它的名称不同之下 可能它会有不同解义的意识 比如说以前台湾 大家讲的 这些就是以前米 其实是吃不得的 为什么 因为米就是拿来赚钱用的 所以说为什么以前听到老人家说 以前住的那个寒鸡碗里面 那个寒鸡多过于米这件事 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米本来就是拿来一个 谋生的一种材料 所以番薯在当时候台湾的时代背景 其实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祖父们就想说 一个番薯它怎么样变成番薯100吃 因为总样 如果说固定义的吃法 一定会吃腻 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之下 一颗番薯可以养活一家人 可是一颗番薯它要怎么样去多重变化 就变成是祖父们的一个巧思 那以前都知道说 为了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 因为没有冰箱 那台湾时期有种 所以番薯它很容易会发芽 会发霉会变坏 那就想说 那怎么样去保存会比较好 所以可能就会比如说 番薯饼它就会出现了 加了番薯粉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喊鸡棚 然后去炸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美味的点心 所以番薯相关的这些点心就应运而生 那随着不同的区域 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在金门 金门它就可以把光是把那个 番薯变成干这件事情 它就可以把它用成什么 切片式的 切条式的 或是把它 切片之后呢 又把它剁碎式的 所以光是金门这种干燥的地瓜的方式 它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运用在它的生活里面 那我们就觉得说地瓜在 就是台湾在讲点心这件事情 它就可以有超过100种的吃法 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像一般来说我们熟知的这种发糕 发糕的话是米制品 所以虽然说现在有演变成 为了让它的口感变得比较不那么变硬 所以慢慢就觉得更改去配方 就是会添加一些面粉来去做取代 可是在金门 对于金门人来说 地瓜是他们和地作物的时候 他们就会因地制宜 就是那个去取材这个地瓜 把它加到它的发糕里面 去做所谓的调味 跟一个副食材的作用 所以透过地瓜 它本身的淀粉跟面粉 和在一起之后 再加上当地的酒渠 所以它就做成了当地特色的 所谓的金门的碰壳 那金门的碰壳很奇妙的是 像台湾的发糕的话 通常我们都可以做到很小一颗 或者说做到最大寸的 那金门不一样 金门的发糕是 婚伤起性都是可以拿来去做运用的 最大到结婚的时候它可以做到28寸那么大 那我曾经询过当地的人说 那你们怎么没有做比较小巧一点的人 他就说做发糕的用意就是在于分享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碰壳这种点心呢 其实就是拿来去分切的 就是击败完之后 就拿来分切给各个邻里来参加的人 那它的颜色当然也很特别 是因为平常我们在讲发糕这件事情 我们都印象中 因为是纯米做的嘛 所以它应该都是白色 但是基本不一样 它可能因为加了黄豆地瓜之后 它的发糕就变成是黄色的了 它颜色就变得特别的 就是金黄金黄这样子 顶多如果说我想要一点点洗气的话 我就会加一点点那个色素进去 让它变成有点粉红色 这是基本在于所谓的地瓜这种东西 它实际上在长眠生活上运用的时候的 这一种比较常态性 而且你可能在市场上面 也比较常看得到的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一个背景 把它转到了所谓的另外一个离岛 就是妈祖的时候 在妈祖的话地瓜它也是属于 所谓的旱地作物 所以呢地瓜这种东西 它们也会所谓的 跟所谓的地瓜粉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说了嘛 地瓜除了晒干之外呢 再来就是它第二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它拿来洗成粉 所以以前的洗粉厂是很多的 不外乎就是从地瓜啦 然后变到后来的在推广述鼠 然后到后面的所谓的莲藕 所以这些东西经过洗粉厂以前 叫做粉煎啊 粉煎啊 在面粉还没有进到台湾的时候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这些淀粉类的东西 在台湾再占据 那个产品生活里面的这些 运用的点心的 的一个程度呢 其实是非常广的 那妈祖人在这所谓的做地瓜包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非常的奇妙 是因为他们会把地瓜呢 拿来去就是做成地瓜包 那里面包的不是花生糖哦 也不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红豆 那里面包的是甜米糕 大家有印象中甜米糕 其实就是那种带有米粒一点点 然后一点点稍微甜味的那一种 对就像那个行天工卖 外面在卖的那种甜米糕 这个是我在当地的时候 体验当地的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好有趣哦 为什么这种东西 然后当地它并不叫它地瓜包 而是叫它龟桃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如果说你不走进 当地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能够体会到 原来地瓜在里岛 会是怎么样的去运用的 所以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可以好好的 被记下来这件事 包括说他们捏下来 这个地瓜的这种面团 如果用不完怎么办 他也可以把它就是捏成 就是小条小条的形状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就好像面疙瘩一样 去做冷冻保存 那这种东西呢 这种就是叫花生碗 因为他们还会再加一点点 那个花生颗粒 跟一点点碎屑 那个油葱这样子 那煮汤或是煮面的时候 它就变成另外一种 另类的火锅料 所以对于一般 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 我所要汲取的这些食材 并没有那么多 非常的受限 那又加上保存的条件 又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就是极致 集合智慧了 就是可以怎么样 把这东西运用到极致 所以在就是祖父们 他也是我觉得也是 用了很多方法来做出 很多适合地瓜的一些点心 那把它拉回到本岛之后 以前也没有所谓的 像现在的这些 糕饼类的东西 有所谓什么红豆馅啊 五人馅啊 然后还会有包麻糬 包肉松 这些配料 以前配料其实没有那么的丰富 就算有 其实一般人也吃不起 一定都是一些达官险要的人 那一般人都吃什么了 也吃吃地瓜馅 最有名的就是在 比如说在那个西口 西口的部分 嘉义西口跟那种云林大埔 在这两个乡镇 他们会流行一种叫做 椒仔叮 那这个椒仔叮 是在中原普渡的时候 所塑造出来 形成出来的一种饼 那里面包的就是 麦芽糖加地瓜 对那把饼呢 酥皮类的这种 这种饼皮呢 把它折成就是 动物的形状 那其实以前 因为没有射线说 一定要折成小鸟的形状 所以以前什么形状都有的时候 其实它是叫色饼 颜色的色 后来就觉得在那个时候 日记时代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人们向往自由 不想要被拘束 所以才慢慢觉得 小鸟这个形状 好像比较讨喜 后来就慢慢 当地人饼店在制作的时候 就以小鸟为主要的一个塑形 就不会再制作其他的形状 久而久之 这个椒仔饼就变成了 除了当地人他们在 就是七月普渡的时候的一个祭品之外呢 也变成了所谓的伴手里 或是平常想要吃的这种点心 所以你看从里岛到本岛呢 我觉得它是富有一种 很丰富的一种趣味性的东西 那把它从闽南又拉到客家的时候 又变成了不同的意义咯 比如说我的地瓜线 我把它抱到所谓的 很薄很薄的饼皮里面的时候 就是客家人所讲的月光饼 或是月滑饼 因为月滑月亮代表的就是中秋节嘛 因为最最好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讲的客家月饼 值得就是月光饼 这个在北克呢 它是有一些老人家呢 它是比较会有一些记忆的 就是以前月光饼或是月滑饼呢 它里面也是包着地瓜线 不像现在可能它的口味上面 会变得比较多元一点 那到了铜锣的时候 就有一个所谓的铜锣的线饼 就是肚脐饼 以前点心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相传是一个祭司 日本祭司它流传下来的 所以肚脐饼里面 它就另外从绿豆沙 又加了地瓜做成了肚脐饼 变成当地的一个 比较著名的专一 我讲的专一性的点心 所以你看一个地瓜 它可能从跟米 跟淀粉 跟面粉 它就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点心 所以在以前在台湾人呢 对于点心这件事情 从地瓜去做起源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很多论述 很多聚焦的地方可以去讨论的 这些呢就可以让读者们 可以好好的去从这本书去 好好的体会一下 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平常 比如说那个昏伤起庆的时候 除了所谓的发膏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常态性看到的就是 红菇柜 那红菇柜大家既定的印象里面 就是一颗那个扁扁的那种 龟形形状的一个板 因为米制作的板 所以它就是整个红通通的这样子 那红菇柜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如果大家可以仔细阅读的话 其实我会发现说红菇柜的形态在台湾 其实有各式各样形体上的变化 那为什么想说 为什么是红菇柜 为什么不要印什么猪啊狗啊 或是其他什么兽啊 其他花纹的图案呢 是因为以前龟版 龟这件事情它本来代表就是长寿的意识 如果说我是长辈生日 我做红菇柜 就表示说我在帮它助寿 希望它可以跟乌龟这样子 就是可以长长久久这样子 那相当于我如果说我是祭拜神明的时候 我是祭拜属性的时候 也是一样这种祈福的意识 所以其实一般我们在看到 红菇柜它就是那种红红的 可是当红菇柜它变成像超娃龜 就是它不再是红红的那个米皮 它变成是用超娃龜做的那种 绿色的米皮的时候 又代表的是我们在祭奠就是在想念就是心焚 就是刚刚去世不久的人 它就可以挺带把红的变成是绿的这样子 对 那在客家人的领域里面呢 有些客家人像比如说南克 以美容来说的话 美容人他的 他不论他的穿着 或是他的整个一个生活里面 其实都是非常简朴的 对于客家人来说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种全红或是全绿的这种红菇柜 对他们来说 他们会觉得太招摇了 那在他们的客语里面 他们是把红菇柜讲成是红斑 那是红斑的这个红又不代表说 全部都是红的 我刚才有讲过说他们非常的简洁 所以就想说那他们的红斑就不要染颜色 可是不要染颜色的时候就整块白白的不好看 所以就想说那就是他的腰间加了一个染色的红色的腰带 那这样子就变得比较简洁清爽一点 就类似像家官禁绝这样子 就是细着一个红红的腰带 这是在南克家对于 红菇柜红般的造型的方式相较于其他的地方比较不一样 那当然如果到了里岛 因为里岛他们可能也没有吃到那么红 那又要运用到当地的素材地瓜 所以就是像那种 他们也会把地瓜运用到所谓的蜜皮里面 所以那个金门版的红菇柜 它就会变成是黄色的 或是说稍微蓝一点点色素 变成粉红色的少女缝这样子 所以你看各项他们在对于红菇柜 或是客家人在对于红版人的解释 可能就不太一样 那红菇柜呢除了祭祀之外 其实他还有所谓的性别平等待遇 因为以前人都会觉得说 生儿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可能我就必须要 生儿子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糟告祖先 或是糟告乡里说 我们家生儿子了 所以我可能就要做一些祭品来去祭拜 或是筹谢 那可能到这个年代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那以前生儿子的时候 所做的就不叫红菇柜 他在客家的领域里面 他们就会叫新丁版 那新丁版在某一些客家的族群 可能他又要求说 如果我是要拜天宫的 可能我做的 我们讲的金粮就要足够 可能我就要满一斤以上的新丁版 才可以拜天宫 那如果一斤以下的 我就是拿来拜祖先 或是拿来去送所谓的亲戚朋友这样子 那新丁版的特别就是 他就是也是一块白色的版 但是他可能是用再来米去做的 因为怕他真主的时候会贪乱 所以他还是会配几一些再来米 或是棚来米的部分 那新丁版的话呢 他只会在上面稍微差一点点红色这样子一片 他不会像平常我们吃的红菇柜这样子 整坨都是红红的 这是新丁版的一个特色 那在东市的话 也会有因应新丁版 所做的一个新丁版节 就是后来变成是一种比赛的仪式 就是他来比比看谁做的新丁版比较大 那刚才有讲的性别平整在哪里了 就是有人会开始提出意义啦 就是为什么红斑的这种东西 一定要是生男丁才能够吃呢 难道女孩子就不行吗 所以在某些地区里面呢 他就会把所谓的 就是做成桃子状的 所谓叫千金版 千金版 就是象征说 其实做你生女孩子也是可以的 生女孩子也是会有红斑的可以吃 所以生男孩跟生女孩呢 这两种版的形式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从那个过年起庆 然后因为我觉得点心这种东西 如果你讲到起庆的时候 其实可以从出生吃到死亡 那如果说你因应所谓的 现在的三节来说的话 像比如说春节过后 我们就可以讲到所谓的端午节嘛 那端午节不是只有吃种子而已喔 有些地方呢 他其实是有吃一些跟点心以外的特殊的食物 比如说在安平 他在端午节的时候 为了纪念郑成功 因为以前人的一个 有一个传统就是 如果家中长辈如果说去世的话 其实三年是不能够绑种子的 那郑成功在台南住点九个月之后 就不幸第一次了嘛 那当时安平的人呢 为了纪念他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付出 这种这个功劳 所以就是想说 那每年这次端午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绑种子了 我们就来做所谓的尖锤 尖锤的形态呢 其实据传人家 大家是这么推测说 它是鹅阿尖的由来 因为它就是番薯粉 然后里面加了一些糖 然后它煎成所谓的圆饼状 所以尖锤也是吃甜的 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呢 不是只有安平才有 连鹿港也会有 所以在每年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 就是鹿港有一些大庙呢 它就会开始免费的提供 让信徒去吃所谓的尖锤 那尖锤它是什么样的口感呢 你就想象说你去韩国料理店吃那种 韩国海鲜煎饼 就是类似那样子的概念 它不像鹅阿尖这样子水水暖暖的 它是有一点点硬度的 那尖锤呢 它们又叫做什么尖锤 就是根本就是加了很多蔬菜在里面 所以配料是非常的随意的 这个是在鹿港当地 就是只有一个端午节才会有的文化 所以一个端午节 你看我不吃种子 我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点心来去做取代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 它可能会有一个节庆 或是一个时间点的专一性 如果你错过了 那你可能对于当地的昌明生活 就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的了解 对 那尖锤这种东西 如果你上网络上去查的话 你会发现说尖锤 如果在那种广东 在香港 它是另外一个名字 它变得形态 跟我刚才我刚才介绍的那个 鹿港的尖锤 那个饼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因为尖锤的话 如果是在明东的话 其实它讲的就是芝麻球 那芝麻球就是看起来就像是一颗 很大颗的一个地瓜球 然后外表就是沾芝麻 那你芝麻球可能会有 有人会说 老师那个不是就是烧马蛋 没有错 但是烧马 芝麻球是糯米 但是烧马蛋它是有加地瓜的 它就是有加地瓜具 或者很团状的 对 所以你看光是一个芝麻球跟烧马蛋 它在一个尖堆 这三角关系里面就变得非常的有趣 一个是端午节才会有的 然后一个是平常你可能在就是乡间 一些外面上面的摊测的时候 你就常常会吃到的这个状态 就变得很有趣这样子 那客家人呢叫芝麻球叫做油嘴 就是它不是叫芝麻球 所以油嘴呢衍生出一些文化 就是它可能在田船利的时候 就是当作是补天饼 相传是女外娘娘的故事 故事啦 就是拿一些比较有年性的东西 把那个洞补起来 象征吉利的意思 所以像芝麻球这种东西 它可能放到了客家文化的时候 它又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意义存在 然后呢 我们通常知道这样的形态 就是地瓜球的形态 一颗榨的圆球里面 外面裹了芝麻 这样的形态你在台湾本岛吃的是 所谓的烧马蛋或是芝麻球 或是客家人讲的油嘴 可是如果你到了里岛的时候 到了澎湖 它又变成了不一样的名字 连制作方式也会不一样 如果你有机会到澎湖的北城市场的时候 你大概就会看到外面 大概会卖一个六颗 然后用一个塑胶盒子装起来的 那个叫做炸澡 那澎湖人就说 加油喜事早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有人问你说 你什么时候请我吃炸澡啊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娶老婆 所以炸澡相对于澎湖人的意义就是 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饼的意思 以前呢早期在澎湖的时候呢 炸澡是取代喜饼 不像我们台湾本岛 取妻呢就是可能你的大饼要挤 挤斤挤两要多少这样子 但是在澎湖里面就是炸澡也是跟饼一样都是以几斤几百斤论算的 所以你就可想像当时的盛况里面这种炸澡 那个炸的量实质是非常多的 那种店家他们都是要熬夜去做制作的 但是因为炸澡是炸物 所以其实他遇冷之后很容易会变硬而且也会稀有 所以慢慢的有一些年轻人就慢慢开始变得就是不喜欢去把它当作是喜饼来去做赠送的 所以就会有一些外来的文化 比如说可能用一些黑糖膏啊 或是一些西式奇饼啊去做一个部分的取代 但是部分的老人家他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是喜事一年一生中只有一次 所以他会希望说有些礼数还是按照古礼来 所以就是比如说他就变成是只是附属的这样子而已 就好像那个现在以前大饼是拿来去做喜事一定必备的东西 但是现在也因为那个时候的时光背景就是超群喜饼的进来之后 大家也慢慢的不去订大饼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现在你收到的喜饼也似乎都是喜事啦 很少是大饼 所以也是长者他可能要求说不行啊 我还是觉得就是要有龙凤饼啊 要有状元饼或者说两个大饼合在一起 或者说像南部特有的他是所谓的六彩 六彩的意思指的就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以前西饼会有做成四角形的 长方形这样的 然后一盒里面有六个口味 就是让你可以特别特意去选 或者是说那种很大一个的然后里面装两块的 这些都是所谓的因应时代的改变 然后他去做一个变换 就是说你要送对饼就是两个圆圆的一组 或者是说六彩就是六块长方形的一组这样子 所以慢慢的慢慢变 对饼也没有人要吃了 然后六彩也没有人要吃了 慢慢就变成是可能部分的是大饼 然后部分的是西饼 所以离岛的这种那个婚礼的文化也是会因为这样子也是习惯的改变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变成说制作量就变得比较少一点 对那榨枣其实有里面可能他的内生就比较丰富一点 比如说会有包红豆的包绿豆的包花生或是没有包的 所以他就看他上面点的芝麻去做狗味上的一个变化 那一样是糯米做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正式的场合 或是正式有节庆的时候才会吃的到的 那这种糯米的东西如果说我什么都不包 我直接炸把它扭成所谓的麻花状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北藤粿啊 那北藤粿可能南部的朋友会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北藤粿它其实就是炸完之后呢 直接沾上所谓的花生糖粉 那如果对于中北部的朋友 他可能这个就名字就比较少听过 我曾经在台中的时候就 就是特别去专访所谓的那种炸糯米的这种摊商 那我就发现说 它的造型跟一般我们南部在吃的北藤粿好像不太一样 它是把它剪成所谓的块状 它就没有做造型 那那个时候就问那个摊商说 那个这个为什么你们的北藤粿 中部的北藤粿跟南部的北藤粿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他们那边他们是叫做糯米炸 叫糯米炸 对 他我就说你剪成这么小块的话 下去炸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他说这样可以炸的比较快啊 比较不用炸了那么久 想想好像也很有道理 这个也是他们的巧思 所以你说糯米炸是谁发明的 其实好像也没有可以考究的一个地方 只是说当地人要做生意 所以他会觉得说 这样的做法好像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存在 所以就是南部就叫北藤粿 然后中部以上就叫糯米炸 所以下次如果你有逛到就是类似像做北藤粿的店家的话 你可能不能跟他说 你这个不是北藤粿 因为形状上面不一样 但是做法上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那我们在讲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有很多不同样解忆的方式 我们从过年然后到所谓的端午这件事情 然后到中秋到喜庆 那如果说到了年中的可能快接近冬至的时候 就会有冬至所谓的要吃的东西 那台湾冬至吃的东西比较不会 大部分一定会所谓的汤圆 小汤圆或是大汤圆 所以但是想说冬至的东西总要吃一点热的 那在某一些地方里面冬至就会做所谓的菜包 就是一样用米的皮 然后去里面去包一些杂菜类的东西 然后把它做成菜包 那在台南叫菜包 可是如果在澎湖的话就叫菜干的茧 残茧的茧 那做菜干这种东西 其实它可以做成甜的 也可以做成咸的 那剩下的面团怎么办呢 就跟基本就是跟妈祖一样 剩下的面团可以去另外利用 在离岛其实饲养动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所谓的什么牛羊猪 这些所谓的可以当作是三生的这一些 生畜类的动物 所以就想说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在祭拜神明的时候 敬意要表达得够啊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这剩下的面团去捏成所谓的各种不同形体的动物 有捏鱼的啊捏鸡的捏狗的捏牛的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说他们也是跟美容的客家一样觉得说身上白白的不太好看啊 所以想说上面可以点一些颜色 所以你在市场上面你也会看到很多所谓的 就是他们上面上会装点一些比如说很多形形色色的颜色这样子 但是不是全部把它涂满 那让它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那也会把它捏成所谓的浅的形状好了 圆的叫浅 那如果在那个圆的里面捏了一个稍微压了一个洞的话 那个叫酷 他们讲说不才酷 所以你就觉得就是以前的人啊 他们对这种这种形态的东西就很厉害 就是他们会利用很多形体然后来去讲说 如果我改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 那就觉得说哇 我觉得大家在那个时代生活困顿的时候 就可以想出这样的东西来去把自己的诚意给表达出来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鸡母狗 他们可以在身上上面画很多不同的颜色 那当地人就分享说其实什么动物都可以点颜色啊 只有一种动物不能点是什么就是猪 因为当地的谚语就是说 猪身上如果点颜色的话老婆会跟人家走 所以这个谚语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就是当地就会讲出这样的谚语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尤其是现在可能冬季快到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就是真的很幸运的 这个时候可以到朋友去旅游的话 我觉得你不妨可以就是多多观察 这些市场上面的名声 那我就有一些特定性的节庆是 你错过了你可能就要等明年再来了 比如说像有些点心它也是富有一些暗喻的意思 像以前还会有那种什么反清复明啊 我们讲到反清复明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那个谐音就是福林高 那福林高福林福林讲快一点 它其实就是复明的谐音啊 那如果说有特别去探究福林高的这种历史的话 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人想要把字条藏在那个福林高里面 去所谓的传递一些情报 所以在想福林高从此才因而得名 那福林这种东西其实它就是世神里面的一个材料 早期在做福林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红豆的假线的 所以其实会哽喉 那福林高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它会退火 所以有些妈妈们呢 他们会把福林高拿去祸成水给孩子喝 就是让孩子可以退场火 那后来才演变成福林高里面要加红豆 让它比较容易可以润喉这样子 那反清复明这种点心呢 在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除了福林高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台南的九株十六羊 九株十六羊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用熟的糯米粉 压出猪跟羊的形状出来 那一定就是九只猪十六只羊 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农历三月十九号 在祭拜太阳新军的时候可以特别去看 因为每年在这个三月十九的前夕 各个会做九株十六羊的高饼垫的 其实非常的忙碌 因为大家都要买这个来去祭拜太阳新军 那太阳新军的传说也是从正成功时代就带过来的 九株这件事情 九就是代表旧的意思 株是指的是株元章 明朝 那十六羊的意思就代表 崇祯皇帝是第十六个皇帝 所以你就觉得 哇可以从这些血液里面 其实认识这些古早味甜点 就觉得说 以前你真的很聪明 懂得长字绝 所以这个可以很值得我们去研究跟探讨 虽然这些东西刚才讲的 福林高跟九株十六羊 可能不是现在年轻时代很喜欢的点心 但是我觉得它富有一些历史意味的时候 我觉得不妨可以趁那个时节 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番 去体会一下当时的那种心境 大家可以当一下为小宝这样子 那正常人在婚伤起庆的时候 都可以吃到点心 那我觉得一般纪定人的印象里面 就会觉得说 那坐月子就只能吃咸的 以前我们就觉得说 坐月子就只能吃麻油鸡酒 好像没有听到坐月子可以吃什么 结果在访查做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发现说 原来坐月子可以吃甜的 比如说金门的铜饼 它也是一样可以 就是煎着麻油浆一起吃 当作是孕步的补给餐 去补足它第二个味 在澎湖有所谓的麦芽糖蛋 一匙的麦芽糖 然后打两颗鸡蛋 放到电锅里面去蒸 这个当地人俗称叫鸭腹 因为产腹才刚生产完嘛 肚子会空空的 那就是要吃蛋去鸭腹 代表这是一个医疗的效用 所以我就觉得说 当我从当地人的这个分享里面 去提到说 当地的饮食文化 其实跟点心也有一定的关系 就觉得哇它好像 是真的好像有那个道理 那讲到坐月子点心这件事情 一定要讲到所谓的台南的碰饼 如果说大家有吃到台南的碰饼 坐月子饼 你就知道说台南的碰饼里面 是中空的 所以你从饼把它压碎之后 里面打了一颗鸡蛋 然后再去煎麻油浆 把它两面都把它煎成饼状 然后这样直接吃 当然现在是不设定说一定是坐月子在吃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坐月子除了麻油鸡之外 还有第二个甜的选择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哇真的现在坐月子真的很幸福 对 那我们当然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一些凉水或是冰品 这些大家记忆很深刻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阅读 里面讲的古早味红茶是什么 为什么爱玉是台湾独有的 只有台湾人懂得欣赏它 那以前人的青草茶 牛油茶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好好去 从这本书里面去探究一番 尤其是南部特有的姜汁番茄 很多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 姜汁番茄 为什么番茄一定要沾酱油膏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这本书里面 你也可以好好的去认识一下 为什么番茄 而且一定要是黑式番茄 来去沾酱油膏 而且里面还要加姜 加甘草粉 加糖这种又咸又甜又辣的这种口感 最后我会觉得说 这本书主要传递的是 以前人在不想浪费食物的时候 他怎么利用手边的材料 去变换各式各样不同的点心 所以从这本书里面相信 大家可以获得很多浅知识 再来里面会有附一些 就是大家可以轻易上手的这些食谱 可以在家把它复刻出来 所以希望这套书可以让大家受益很多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